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咪雅 走 刚刚要带咪雅去运动工 有好好的运动放松一下之后呢 现在要带她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 朋友介绍一家动物医院在这附近 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耶 那边有一个四肢也带了一只狗耶 她应该知道 你去问她一下 你好 走 我们去问人家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刚刚看到你牵一只狗狗 我想要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动物医院啊 动物医院喔 我正好也要去耶 真的吗 在哪里 還是我跟妳一起去好了 好啊 好啊 那走吧 咦 为什么进来跟这个人怎么不见了 她就是我们的御医 哇 医生你好 我永远不是泰山啊 刚刚呢 我带咪雅去运动工业运动 她外面跑跑跳跳 我很怕她把寄生虫跟跳蚤带回家 我想请你帮我检查一下 嗯 好啊 那她平常有在做一些基本的外寄生虫 内外寄生虫的预防吗 嗯 我都把它送到美容院保养 谁懂她漂亮亮亮的啊 帮狗狗做美容整理的漂漂亮亮的 和预防内外寄生虫 其实有点不一样 听听兽医师怎么说哦 呃 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的预防 会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每年的基本的预防针 嗯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外寄生虫的部分 也就是你刚刚提到跳蚤币师 常见的跳蚤币师的部分 对 那这部分的预防 目前有大概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使用滴剂的方式 那第二种就是用口服的 那部分也有一些项圈 有这方面区壁的效果 对 也可以 所以我只要呢 带着项圈把它呢 挂在狗狗身上 虫虫就不会找到它咯 对 就是有药物的项圈 毛小孩的虫虫危机 因为狗宝贝经常在外面跑跑跳跳 就有机会被寄生虫盯上 常见的体外寄生虫 像是跳蚤 避尸等等 它们通常躲在野地中 刺激攻击我们的毛小孩 体内寄生虫 则是有条虫 回虫 犬心丝虫等等 一旦感染都会引发它们生病 不得不小心哦 除了定期除虫之外 日常清洁要重视 避免发生虫虫危机 日常清洁 那可以教我吗 可以啊 来 我们拿它上来 医生看看 对 因为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 其实最容易与外界接触的地方 就是它的脚脚 所以我们通常回到家的时候 只要不要是太脏的状况 其实我们就用清水 搭配上我们一些 家用的纸巾 然后呢 把它的脚做一个简单的擦拭 其实就可以了 我要怎么擦 大概就像这样子 一点点的纸巾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家用的水 就可以了 好的 就是用师傅帮它做擦拭 对对对 然后尤其是它的脚掌的部分呢 就做一个简单的擦拭 然后包含是它的肉垫的内侧 厚厚 对 然后把它擦干之后呢 好 我们擦干净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干的纸巾呢 再做第二次把它擦干的动作 对 所以只要把它脚擦干净就可以了 狗宝贝在后面跑跑回家之后 都要帮他们擦擦脚掌 脚掌潮湿的话 狗狗会觉得怪怪的 想要去舔脚 狗的嘴巴有很多的细菌 一舔下去可能引起发炎状况 接下来的清洁部分 受医师要建议检查狗狗的耳朵 蛤 耳朵 对 为什么要检查耳朵啊 因为耳朵它比较有一些皱褶 有一些管道 而且它毛是比较少的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寄生虫 也比较容易附着在耳朵上面 那怎么看呢 对 那一般的家 在居家的部分呢 其实只要做一个很简单 就是把它的耳朵 稍微翻开来的动作 就可以看到它的耳壳 还有它的耳道的外面 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检查 有没有一些虫虫啊 附着在上面 还有兽医师有说 狗的耳道 很容易积聚油脂灰尘 形成耳垢 建议四组用湿布轻轻擦拭 还有耳道里面 是会躲着用肉眼看不到的虫虫哦 如果到了医疗院所的时候 我们就会准备像这样子的耳镜 然后它就可以搭配上一个软管 然后它就可以比较容易直接的检查到 它的耳道的内侧 所以这样可以看得比较仔细 对不对 对我们就可以像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检查到它的耳道的里面了 哦 原来如此啊 造成毛小孩耳朵长虫 最常见的是耳界虫 体型很小的外寄生虫 专吃耳道皮肤的碎屑和分泌物 如果没有注意 这些小虫子也会跑到身体其他的部位 造成皮肤的刺激和搔痒 除了这些日常保养要注意之外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进行定期健康检查 那我们呢多久一次呢 把它带到医院里面还来做个检查 基本上以健康检查来说的话 大概要看狗狗的年纪 还有它目前身体的状况 如果以健康的狗狗 年轻的狗狗 七岁以内的狗狗的话 我们大部分建议大概一年到一年半之间 做一次基本的健康检查 那如果它是年纪比较大 七岁以上 甚至是它有一些慢性疾病 那可能这个检查时间就会缩短成 可能半年到一年 甚至是根据疾病的状况 可能会需要每个月甚至是每个礼拜的 来做一个准种 哦 原来如此啊 所以呢大家照顾毛小孩的时候 要很用心哦 可是我刚刚有发现咯 我们进来的时候 那你不是带一只狗狗吗 嗯 那它怎么不见了 哦 它是目前要就是认养的 就给人家认养的流量狗 那目前正在做一个检疫的动作 对 嗯 简疫的动作 那我可以来了解一下 如果呢 我们在外面看到浪浪 要帮它刃养的时候 要检查哪些地方吗 可以啊 我们有去过板桥动物之家 知道这边可以提供刃养浪浪 其实在动物医院部分 也会提供刃养浪浪 鼓励大家以刃养代替购买 兽医师说 在浪浪被领养回家之前 会进行理学检查 嗯 一般流浪狗我们刚要就是领养它之前 一定会先做一个基本的理学检查 看看它基本的身体状况 然后一些基本的身体素质 是不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外观上看起来 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 的话我们会帮它做血液方面的检查 啊 嗯 血液方面 不就是要抽血 对 还要抽血哦 好辛苦哦 那我们抽血的话 可以帮它做哪些检查 主要会去确认一下 它目前的整个血球方面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异常 或是基本的肝胜功能 然后血糖的筛检 那在于浪浪方面 我们还会再做一些传染病的筛检 像是包含了新丝虫啊 那个爱丽稀体这一方面 一些比较常见的传染病筛检 我们都会一起做 嗯 我想要问一下咯 新丝虫 最近呢 常常广告上面 它到底多可怕 为什么大家都会一直把新丝虫拿出来讲 嗯 新丝虫其实在 台湾还蛮常见 而且其实真的是还蛮可怕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几个 是第一个它的传播媒介 是由蚊子所传播的 那以台湾这种雅热带的气候 其实蚊子一年四季几乎都有 对 所以传播媒介一直都存在 那再来第二部分是它在 狗狗被感染到之后 其实在短时间内 是不会有几乎 几乎不会有症状的 对 那必须在感染的大概两到三年后 它才会有轻微的症状发生 有轻微啊 大概可能 大部分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咳嗽 然后会有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运动不耐的状况 所以那个 四祖可能都以为他感冒了 对不对 可能都不会认为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 那等到 这个新丝虫 越来越影响到他的心脏的时候呢 他所产生的这些心脏的伤害跟病变 也是不会被逆转的 就算像是他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肌的损伤啊 半膜的损伤 这些其实在 就算这个新丝虫经过治疗后 他也是不会好转的 好可怜哦 没想到新丝虫这么可怕 大家一定要好好防疫哦 瘦医师说 犬新丝虫病 有善于隐形的特质 可以说是 会要了狗宝贝性命的隐形刺客耶 因为感染之后 潜伏其常 症状又不明显 后期接受治疗后 致死率也相当的高 可以说是 四祖们很容易忽略的寄生虫传染病 除了要避免感染 最好要把毛小孩养在室内 不要被蚊虫叮咬 和定期头咬做预防之外 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什么保护呢 我们可以做快筛 那怎么做快筛啊 快筛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用我们刚刚抽到的血 然后再用一个很简单的快筛的试片 那经过五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读了 原来如此 所以大家记得哦 如果你外面看到了可爱的浪浪 要把他带回家 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帮他做好一个健康检查 才可以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哦 犬新丝虫的检查 医师建议 除了浪浪之外 家犬应该半年到一年做一次检查 因为被蚊子叮咬后 又快下咽出成虫 大约需要六到七个月的时间 如果这段时间露吃了新丝虫药的话 可以补吃药剂补回 最好及早检查发现做治疗 狗狗的存活几率比较高 当个爱狗的好主人 请注意狗宝贝的身体健康哦 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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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见